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 乌克兰可以说及西方和俄罗斯武器之大成 成为了全球武器装备最多的国家 没有之一 上一期节目和大家盘点了乌克兰陆军13款主战坦克 而本期视频则为大家解读 乌克兰陆军现有火炮种类 其中前9款是乌克兰自有火炮 主要是苏联时期遗留的 也有部分泽军手中缴获 后12款则来自北约国家的军事援助 1.2S1是自行火炮 前苏制造 也成为1974时 60年代后期研制定型的122毫米装甲自行火炮 70年代初装备部队 用以取代M1938是122毫米榴弹炮 1974年在波兰陆军阅室上 首次公开亮相 俄罗斯政权命名因为SO122 但俄罗斯陆军通常称其为高奥斯戴康 康乃兴 其地盘采用PT-76两栖坦克底盘改制 炮塔上装置一门D-30式122毫米榴弹炮 该款自行火炮具备两栖能力 可以在水中行进 同时可以调高底盘高度 使用加宽的履带 以适应雪地或者沼泽地形 重量轻可空运 发射榴弹式最大射程15000米 乌克兰陆军的2S1型自行火炮 为苏联时期遗留战争 除期共计有638门该型火炮 但由于缺少配件 大部分处于储备状态 2.2S3自行火炮 这是苏联队可使用M454核炮弹的M109自行火炮 做出的对抗方案 整项计划于1968年完工 并于1971年投入使用 由于北约组织已经大量换装 美国研制的M109自行火炮 对苏联军方来说 北约新型自行火炮的威胁 是装备了战术核炮弹 故而推出了2S3自行火炮 最大射程18.5千米 最大射速4发每分 可发射榴弹 火箭增程弹 穿甲弹 化学弹等多种常规弹药或核弹 苏联时期遗留501辆 是乌克兰陆军现役数量最多的火炮 3.2S5自行火炮 2S5封性子自行火炮 是苏联陆军一款 152毫米自行火炮 是2A36 152毫米拖叶式榴弹炮的车载延伸版本 采用GMZ装甲布雷车作为底盘 主炮选用2A36 152毫米拖叶式榴弹炮的车载延伸版本 炮口装有5页时值推器 装填弹药时可使用半自动装填系统 最高射速为5-6发明分 弹药采用弹头与装药分离的 发射火箭增程弹最大射程40千米 可使用化学炮弹 特殊用途炮弹和战术核子炮弹等 乌克兰自苏联时期 继承24辆该型火炮 缴获情况不详 4.2S7自行火炮 北约代号M1975自行火炮 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 苏联研制的大口径自行榴弹炮 2S7以T64主战坦克的底盘为基础 安装一门59倍径2A44型203毫米加农炮 组成自行榴弹炮系统 可以发射高爆破片榴弹 火箭助推榴弹和战术核炮弹 射程37.5千米 该炮大量服役后 苏联陆军的远程火力获得提升 并具备发射战术核炮弹 攻击北约战线后方重要目标的能力 发射火箭增程弹时 最大射程47.5千米 乌克兰陆军所装备的该型自行火炮 为苏联时期1699辆 2014年的乌克兰内战期间 当时乌陆军在顿巴斯之战中 使用了2S7自行榴弹炮 5、2S9自走迫击炮 2S9NAMA 这120毫米自走迫击炮 是一种可用于空降的自走迫击炮 提供苏联空降部队 与空降作战时所需的间接与直接支援火力 特别是可直接作为反坦克武器使用 2S9以家常型BMD空降战斗车为底盘 主炮为2A60 120毫米后膛装填式迫击炮 具有机会少见的间断式螺旋炮栓机构 使用普通弹药室最大射程8.85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可以达到13千米 本车具备基本两栖操作能力 乌克兰陆军从苏联时期继承该火炮 在2014年与顿涅茨克爆发冲突的时候 被顿涅茨克民兵武装俘获洛干门 6、2S19MSTAS自行榴弹炮 是苏联研制的152毫米自行火炮 于1989年在苏联陆军投入服务 并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 被俄罗斯陆军和乌克兰陆军继续使用 该炮采用T-80主战坦克底盘 但是使用T-72的柴油发动机 采用大型旋转炮塔设计 其火炮升管长约为59倍口径 最大射程28.9千米 该炮还能发射红土地系列激光制导炮弹 实现对点目标的精确打击 苏联实际遗留40辆 7、2S22多加纳自行火炮 这是乌克兰最新研发的155毫米 北约标准口径轮式自行榴弹炮 使用常规弹药的最大射程为40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的最大射程为50千米 平均射速为每分钟6发炮弹 在俄乌战争开始后 这款火炮一度几乎被下令毁去原型炮 以避免落入的军手中 但最终它被保留下来并撤到后方 此后这么原型炮参与了解放蛇岛的战斗 并摧毁了俄国的台甲S1进程防空系统 2023年11月 乌克兰官方透露 2A36是152毫米牵引加农炮 这款苏联时期的火炮于1976年开始生产 1981年开始列装 该炮主要用于卫集团军提供全班火力支援 也可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安装在GMZ装甲布雷车底盘上 就是前面所述2S5自行火炮 使用火箭增程弹 最大射程可达40千米 苏联时期遗留287门 9 2A65是152毫米榴弹炮 20世纪70年代中期 苏联开始研制的一种新型牵引式榴弹 定型后命名为姆斯塔 2165是152毫米榴弹炮 使用普通弹药时射程24.7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时射程29千米 可以发射杀伤爆破弹 火箭增程弹 激光制导炮弹能 该炮重量轻 机动能力强 射程远 射速快 杀伤威力大 配用弹种多 可执行多种射击任务 苏联时期遗留185门 还有部分从俄军手中缴获 10 0777榴弹炮 0777榴弹炮是一种155毫米牵引炮 取代M198榴弹炮 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和美国陆军的现役武装 0777榴弹炮总重不到4100公斤 使用107榴弹射程达20千米以上 当使用火箭增程弹时 射程达30千米 钛合金等轻金属兼顾重量与强度 却也因此造价大增 0777榴弹炮轻巧的身躯 更容易立直升机或卡车搬运 迅速进出战场 由美国援助乌克兰336门 澳大利亚援助6门 加拿大援助4门 11FH70型155毫米榴弹炮 是由英国和德国共同研究设计的 以后意大利对此炮颇感兴趣 这样由三国联合发展制造 使用普通弹药式射程最大24千米 火箭增程弹式最大射程30千米 配有辅助推进装置 便于近距离机动和快速展开 采用一组新弹药 提高了射程和杀伤力 瞄准装置上有数字显示器 可显示连指挥所提供的 高低和方向数据等 俄乌战争期间 意大利向乌克兰捐赠了一批 数量不详 12152毫米SPGH DNA自行火炮 杰克斯洛伐克于1976年研发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大口径轮式自行火炮之一 世界上的大口径自行榴弹炮 绝大多数以履带式车辆做底盘 但达纳的设计标新利益 以轮式车辆做底盘 最大射程17.1千米 最大行驶速度80千米每小时 2020年乌克兰向杰克订购了26辆 13.155毫米SPGH Zuzana自行榴弹炮 它由152毫米SPGH DNA自行榴弹炮发展而来 该系统射程远 准确度和射速高 可迅速准备开火 火控系统允许多发同时弹桌模式 单炮实现多发炮弹 同时落地爆炸 是火炮快速射击的时候 车在电脑自动计算调整火炮射击角度 使得先后射出的炮弹 经过不同的弹道曲线之后 同时落地爆炸 确保地方没有机动闪避的时间 2022年4月 乌克兰同斯洛伐克协商购买 16辆Zuzana2火炮 2022年5月斯洛伐克正式宣布 将向乌克兰移较8辆 10月 丹麦 德国和挪威和生产商签署协议 为乌克兰购买16辆Zuzana2火炮 14.PCH2000自行火炮 是一种由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和莱因金属 为德国陆军设计制造的自行火炮系统 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之一 它的一个特点就有拥有很高的射速 在急速射模式下 PCH2000能在9秒钟时间内发射3发炮弹 在1分钟之内连续地发射10至13发 相较于大多数带了自动装填装置的火炮 每分钟5发左右的射速 可以说射速提高了一倍有余 此外 其射程也相当可观 普通炮弹能达到40千米射程 使用增程弹可以达到56千米射程 尽管自炮性能优异 但在乌克兰战场却表现不佳 此炮于2022年7月份 经由荷兰向乌克兰捐赠113台 而进入乌克兰参战 不过这款号称西方世界最顶尖的炮车 在乌克兰高力度的战争 导致其出现未曾设想到的磨损问题 使用其他北约炮弹时出现了故障 同时 PCH2000经常陷入泥江无法移动 PCH2000的电子元件兑水非常敏感 当暴露在潮湿或污垢中时 其敏感的电子设备就会失灵 需要经常维护 士兵们进车时 必须穿上特纸的靴子或拖鞋 以免在泥泞中留下痕迹 此后 因为担心该型火炮遭到攻击时 无法撤离战场 因此被安排撤出一线战场藏在后邦 因此在其进入俄乌战场 一年有余 未见又战损出现 15.凯撒自行火炮 是法国研制的一款车载自行火炮 由六轮驱动的卡车 搭载52倍径155毫米火炮而成 该款自行火炮于1994年首次公开亮相 使用常规炮弹 射程可达42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的话 射程可再增加至50千米 法国2022年4月宣布 向乌克兰军援18台CZ自行火炮 相当于法国军方全部机动火炮的四分一 16.Buskrab螃蟹式自行榴弹炮 这款波兰研发的自行火炮 算得上是一种英韩技术合作的武器 使用韩国的K9雷霆自行榴弹炮的底盘 安装英国AS90是155毫米自行榴弹炮的炮塔 采用52倍口径的炮光 使用普通弹药式最大射程32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式最大射程40千米 最大射速每分钟6发 由波兰捐赠18辆Crab 155毫米自行火炮 此后乌克兰决定再以7亿欧元 向波兰购买60辆 使总数达到78辆 当109自行火炮M109 是美国研发的155毫米口径自行火炮 于1963年开始进入美国陆军服役 从1963年量产至今 生产总数已超过7000辆以上 使用过超过30个 可说是70年代到90年代 西方国家的标准自走炮 射击普通弹药式最大射程14千米 射速每分钟一发 最大射速每分钟三发 整体性能已经逐渐无法跟近年来的新型火炮抗衡 逐步被各国研发的火炮取代 最初由挪威捐赠22台 此后美国、意大利、比利时 相继向乌克兰援助该型火炮 乌克兰陆续装备了162台该型火炮 18M101榴弹炮 是二战时美军的致使榴弹炮之一 在1941年起生产 射程11千米 在各战场作为师级支援火力大量生产 并支援给个盟邦使用 其廉价设计简便于火力适中的特性 获得炮兵肯定 先后曾装备67个国家 直至今日仍有国家采用 俄乌战争爆发后 由美国向乌克兰捐赠16台 19AS90自行火炮 由英国维克斯造船与工程公司 研制轻装甲自行火炮 装备一门155毫米 每升39榴弹炮 和一挺7.62毫米机枪 并配有三房装置和自动面火系统 使用普通弹药室最大射程24.7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室最大射程32千米 英国于2022年 向乌克兰捐赠30辆 20 H77BWL-52弓箭手火炮系统 是瑞典和挪威于1995年 至2004年期间研发的 轮实自行火炮系统 该系统拥有一个全自动 155毫米榴弹炮和M151防御者遥控武器战 使用沃尔维30机全地形卡车底盘 射击普通弹药最大射程30千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最大射程40千米 而这款火炮还可以发射M982神舰制导炮弹 射程可达60千米 其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9发 并且支持多发同时弹桌模式 也就是前面所述 可以以不同的轨迹发射炮弹 让多发炮弹同时落地 目前这款火炮由瑞典向乌克兰捐赠12套 21M120RAC自行火炮 这是一款多功能自行式轮式排击炮 配备自动装弹 120毫米排击炮 是波兰研发号于2017年正式列装的自行火炮 配备120毫米厚装排击炮系统 该排击炮的射速为每分钟6至88 最大射程可达10千米 波兰向乌克兰出售24套 以上就是乌克兰现有的火炮种类 如有错误之处 还请评论区指正